画师、诗人、剧作家跟成绩者 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副标来描述春圆画师 对,那就是今天的听听故事说的故事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从声音到实践 我是古灵精 那今天很开心哦 我们来到了台南市美术馆 因为最近啊,他们就是办了一个台南的百年画师 春圆画师的特别的展 那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 就是这个展的两位策展人 一位是肖凯敬 大家好,我是凯敬 然后还有庄雅文,我是雅文 邀请到两位就是主要负责的那个策展人来聊聊 为什么会有这个很特别的展 今天其实才发现到说 它是台南市美术馆 它不是台南市立美术馆 那可不可以请就是证明一下为什么它是台南市美术馆 台南市美术馆其实是台湾开始用行政法人这个体系来运营的一个美术馆 那我们主要的长官是以一个董事会组成 那当然有受到市政府的补助 然后让我们可以更灵活的来做一些公务的行政工作这样子 它其实是借由补助款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市政府营运的单位这样 一部分也是有我们自己的自筹款项 然后再搭配就是市府的补助款 那听起来就是很特别的经营方式应该蛮辛苦的 我们其实是要自负盈亏啊 所以每一个展览都有它一定的KPI 那当然我们馆员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 平均大概30岁左右 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的知能 或者是我们的创意 让展览更贴近民众 让更多不是艺术圈以外的人 也可以参与到艺术这个盛事这样 听起来是很棒 而且特别是他们这一次办的那个春元画室的这个展啊 其实这个画室本身它就是在台南已经有百年历史 而且他们已经有三代了 那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怎么会想到 就是用春元画室这个的名称来筹备这次的展呢 其实台南市美术馆从开馆以来都是围绕在信仰 这个主题的脉络延续下来的 那像去年2022年蔡草如神话戏塔的逆光赤城 它是开启了南美馆开始关注 俯城传统两大画室家族的艺术 来做一个展览的铺陈 那陈家的蔡草如一直到今年的潘氏家族 我们希望都可以用展览的方式 让更多观众知道台南有非常传统 而且非常在地有影响力的画室家族的背景故事 对对对 而且因为一般来讲就稍微解释一下陈家跟潘家 因为陈家其实就是陈寿宇家族 那潘家其实就是潘春元家族 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的那个春元画室这样子 蔡草如老师那个展我其实又有来看 就是真的很贴近生活 那这一次的春元画室啊 就是我看老师这边的主题是 画师诗人剧作家跟陈记者 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富标来描述春元画室呢 身为一个传统的画师家族 其实他横跨百年来 他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一定的使命 跟他多元的发展方式 那这四个角色其实都分布在这三代的四位画师 比如说潘春元他是一个画师 也是一个诗人 那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成绩者 也是一个画师 那潘丽水的弟弟潘宁舟 他后来做了一个剧作家的角色 一直到今天当代的潘岳雄春元画室的主人 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者 也是一个画师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个富标 这个角色互换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这个家族 他是非常有才艺的 而且非常多元的在发展他们画师品牌 就是其实这四个角色 也就是春元画室的这三代的主人们 然后其实他们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促成他们可能会比较擅长的事情 那像是潘春元他早期就是受到汉学的影响 那他自己也有很常在就是 研读一些书籍 然后自己写一些汉学史 那在我们的展区里面 也有放很多他的一些参考书籍 其实我有点好奇的是 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如果 比如说当代的歌手 什么Blackpink啊什么之类的 那如果用这样子的形容来形容 这些传统画师的话 因为也许年轻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 这些老师他们脉络很久了 然后他们画的东西又在庙里 那但是他跟当时的流行文化 他的流行背景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可以想象 如果说他对照我们现在当代的流行脉络的话 以潘春元这个角色 或是潘丽水这个角色 他在或是潘银舟老师 这些角色他在当代 他是怎么样一个popular的一个概念 就是讲到艺术 艺术它有两大特点 一个就是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 他会感受到好玩这件事情 第二个是他创作出来的作品 有流通性 会带起一股潮流 带起一个流行的现象 所以我们讲到流行 潘丽水他在日治时代 红明画运动那个时候有一个寺庙改造运动的关系 他们画师家族因为这个运动 少了非常多画妙画的机会 所以他后来跟弟弟 就到附近的赤坎戏院 跟盐皮戏院画看板 那个时候就带起了一个 他们更注重西方的透视法 而且看着照片可以很写实的画出来 甚至让电影剧照更有戏剧效果 的这个技能他后来也运用在他的妙画 所以他的妙画是带有一种 当时代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 甚至他的戏剧感 让妙画的壁画内容更吸睛 让更多人可以更向往的 去了解他壁画里面的一些细节故事 所以凯靖这边你的看法认为说 就是因为他画过电影看板 所以他的创作里面会有非常多的 故事的情节在里面 然后也加深了他创作的立体感 然后又带动了那时候画庙的一些风潮 亚文这边呢 我觉得如果要以当代的这种流行文化来 来回推到那个时代的话 其实那个时代他们在寺庙改造运动之后 就是越来越多庙语绘画的兴盛 或是庙语建造的兴盛之后 其实对于画师的这个要求 跟需求是非常多的 那当然就是在南部在台南 就是春远画室就是一个很响亮的品牌 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像庙里面的主委啊 或者是可能家里面需要去侍奉一些神明 那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春远画室这个名字 所以其实这个品牌的名称也是在那个时候 可能在相关的民族信仰的脉络之下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其实开始有点好奇的是 为什么你们是用品牌来形容春远画室 因为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就想说 艺术家是不是就是这个艺术家的名字 像之前那个展 比如说曹卢斯 我们就是职业就是蔡曹卢老师 那这边你们居然是用品牌来形容春远画室 那可不可以多聊聊 为什么是用品牌的概念来形容春远画室 当我们在庙里面看到潘氏家族的门神 他们的落款通常都会以台南春远画室 或坎城春远画室 甚至早期叫做云山画馆 这些落款在今天的角度来看 它就像一个CIS商标一样 一看就知道是潘氏家族的彩绘品牌 那品牌这个概念在过去不会特别被强调 但是我们透过在这个时代的展览 可以让更多观众有更亲近的一个想法 可以更直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运行 所以我们用品牌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更有贴切亲切的感觉 那确实它也是一个品牌 比如说春远画室的Kanban 在当年就是余幼润落款 他们把这个落款变成一个直式的Kanban 那在路上经过的时候 甚至在1929年日志时代 他们做了一个台南地图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品牌概念 让更多观众一看就一目了然 就知道春远画室 他们是一个以一个品牌经营的方式 让更多人可以找到这个画室 来制作庙里面的门绳 或者是家宅的壁画 那这个品牌的特色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想到星光三月 我们就只要想到中年轻的 就要去买化妆品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到春远画室的话 第一个映入影连的 我的春远画室概念会是什么 讲到台南两大家族 陈家的跟潘家的主要的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陈家比较重绘画性 他们的线条感 他们的架构感 可是潘家很重他们的符号装饰性 他们的装饰是非常热闹 繁复而且细节非常多的 当我们要找一个画师来帮我们的庙里面 制作壁画或门绳的时候 或许就有在审美上的一个考量 或者是一个品牌 它背后的一些价值来做考量 春远画室在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标志性的品牌概念 就是如果讲到春远画室的这个品牌的话 会想到之前去访问老师的时候 潘月熊老师 那他有讲到就是门绳的样式 就是我们俗称的茴草 那其实他们的那个门绳 看起来是非常热闹的 就是它上面的一些花草的符号 非常的繁盛 然后颜色的运用上面 其实它也是一个品牌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所以除了画风之外 那它里面的组成呢 比如说春远画室 它里面会有哪些是它的 它会有点像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一个剧团成员的构成吗 比如说会有剧作家 然后会有演员 会有艺术行政之类的 有 如果我们对比上一次的蔡草如 它是艺人公司 从头到尾 它是从开面到上色 都是艺人完成 但是春远画室 他们是组队出发的 那我们有一个子题叫速度速度 就是它呈现这种速度感 比如说彩绘师傅 他们有时候会去标案 那彩绘师傅并没有创作的能力 他们会打底上漆 画基本的图样 可是主要的这些绘画的架构 甚至是眼神 胡须 动作 表情 这些都是画师 才能真正创作出来的 所以他们是一个合作关系 也是一个组队关系 就像一间大型的公司一样 他们有分工非常细致的一个系统 那就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到这个状态 这样子 好哦 那这边可不可以请两位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刚刚亚文有提到 就是去访问潘老师啊 像一般平民老百姓 就是我们去庙里面就看门神 然后看彩绘 那像这边我们也是两位策展的展跟作品 这样子 实际接触潘老师的时候 跟你们看老师作品的这个脉络的时候 它有哪些落差吗 或者是跟你们认知有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像我以前看到那个画寺庙的门神啊 或者是画这些传统艺术老师 我都想说他们应该老老的 可是每次我跟他们接触之后 我发现其实他们没有那么老 没有想象中那么老 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观念都是很新颖的 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跟你开玩笑 对那这边不晓得两位的想法 我们先从潘岳熊老师开始讲好 我们在接洽的过程我们发现 他已经高龄80岁了 可是他非常会善用3C产品 比如说他传资料给我们的时候 他是用Google Drive 然后比如说他跟朋友聚会 如果喝酒他会叫Uber 他是非常善用 他会叫Uber 对用手机然后点地图 然后标识地点 帮忙点计程车再给你回家 好真的啊 对对对 在传照片的时候也觉得他运用很灵活 比我爸妈还要会 真的 对 像我们发现他这么会善用这些3C产品 跟他的工作背景有关系 因为当一个画师他到处接这个Case 那在互动的过程中 他需要非常的灵活地运用这些联络的方式 他才会很快速地跟各方人员去做结合 所以到这个时代 他完全也是跟上时代的一个画师 他其实真的蛮特别的啦 对 因为好像他们那一代的画师 都会有一个脉络 会到美军相关的单位工作的样子 就是觉得一刚开始会以为画妙画的人 非常需要专注力 所以应该是非常严肃 然后很有威严感 但是当我们去潘老师家的时候 就是发现他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中 声音非常洪亮 然后就是也非常的照顾我们 然后这个照顾的感觉 其实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后辈的一个照顾 包含他对他的徒弟学徒们或者是甚至是彩绘班的学生们 他都是用非常照顾的心态 那在他跟我们来来回回的这个访谈当中 还有查资料当中 其实他都很无私地奉献一些他很珍贵的一些资料 然后他也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什么需要或是有任何问题 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很愿意回答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等一下我们今天展啊 大家应该会有听到有一些打鼓的声音 敲锁的声音 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音乐在这个展里面呢 好我们这次展览 中文名字叫春元画室画室诗人 剧作家陈记者 那我们英文的部分就叫Crescendo 它是乐谱里面 乐师们看到这个符号 他们就要用力地拉动他们的音弦 那这样的一个建墙的概念 我们是想要呼应115年来 春元画室它是日渐壮大的一个状态跟精神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成绩者 甚至有很多的学徒开支善业 他们就像跨时空的演奏者 把这个事业的音弦拉大壮大 那我们希望展场用这样的一个声响 它是流动性的 我们透过艺术家吴灿震 它去收入了许多南馆北馆的老师们的演奏 甚至有一些市井的一个声响 透过一些铺陈安排 我们在走展间的时候就仿佛可以进到某一个情境 去理解到春元画室他们家族的精神 那刚刚凯静有讲到就是每一个展间 它都有自己的情境 那其实想要补充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走到潘营州的那个展间 就是第二代潘丽水的弟弟的那个展间 那其实潘营州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 就是他目前留下来的宫庙的作品几乎是没有的 那这也可以回退到他那个时候的状态 因为他后来就是也开始在画电影的看板 那最后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写剧本 那甚至也得了奖项 那跟台北的晋江乐剧团去签一合约帮他们写剧本 那我们当初就是觉得去家属家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剧本的原稿 那可惜就是原稿都目前都已经不在了 那资料也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声音的串联 也可以去录制一些当时候 他在做电影辨识这个职业的一些声音 所以我们就有邀请到一位声音表演的老师高明千老师 然后来还原当时候可能潘盈州在剧院 为人家做辨识的那个声音 所以大家如果走到潘盈州的那个展间就不要急 可以站在那边听听看就是辨识是如何讲故事的 哇哦 感觉这个展就是很活泼 然后除了说一般我们用视觉来感受 就是这些创作者的脉络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声音来理解整个脉络的生成 台湾的一个艺术政策上从几年前力推这个台湾 重建台湾艺术史 那或者是继续建立台湾艺术史的这个脉络 所以各地的地方美术馆都会非常强调在地性 比如说台南美术馆除了有做很多当代的展览之外 很大部分就是投注在地方的艺术家甚至今天我们谈的画师的作品 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寺庙这边的艺术跟美术馆这边的艺术好像会有点格格不入 那你们在融合的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讲到融合我们就直接从第一代的潘春远来看 甚至到今天有时候人家都会觉得画师跟艺术家好像有高低之分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各个领域的画师或艺术家都有他擅长的一个表现方式 甚至潘春远他在台湾美术展览会 也就是日志时代从1927年开办的这个全岛性的美术展览 他其实用一种着重西方的透视法写生的概念 而且要呈现现代性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氛围感 这些关键点潘春远都掌握到了 他连续六届都有参与而且顺利的入选 也提升了他在全岛性的这个名声 而且甚至让他在画师的这个知名度更壮大 更生命大造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刻意的去融合 庙宇里面的创作它有一定的艺术性 只是我们通常看到的庙画都是传统的题材 比较少用写生的方式 但是经过了日志时代的一些官方美术的一个系统性的影响 后来的画师也都会慢慢的融入他们各自在对于社会上自然上的一个观察 再重新融入到传统的汉学啊汉文化 甚至是从东洋画也就是今天讲的胶彩画到新式的这种写生的水墨 它都是各个时代逐渐累积才成为当时代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就可以看到三代的画师 他们都有这样子逐渐融合地方特色跟西方透视法的概念所呈现的这个艺术品 所以我们也可以慢慢发现到说各个时代的转变 庙宇里面跟美术馆其实他们的差异性是越来越小的 那民众也可以更直接的了解到他们的艺术本身是怎么样生成的 就是我觉得在用语的方面像画师 他可能就是一个职业在庙宇里面做绘画 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他们也是艺术家 因为我们在庙宇里面的一些像是壁画 像是保安宫这次我们也有展出他的就是数位数出版 在保安宫的壁画上面就可以看到潘丽水 他因为以前在画看板的一些训练之下 他可能在人物的动视上面或者是整体的一个布局上面 可以发现就是很像剧场感的那种临场的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在他们的艺术性上面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是很专业 就是我们用当代艺术的诠释去诠释过去人的创作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到他其实还是属于他们自己脉络里面的艺术性 而且这次展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全美戏院 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演出 对要不要聊聊怎么会想到就是在全美戏院 馆内的资源开发部都会办一个活动叫艺术开门 那艺术开门就是从展览来做延伸 希望观众除了来美术馆看展览之外 他们可以透过一个地图的方式去了解到这些艺术家的足迹啊 或者是曾经在某个地点发生过的故事 那全美戏院他其实这个场域非常的特别 他可以完全呼应到潘丽水他们家族曾经在赤坎戏院 延平戏院有画看板的那种背景故事 那这一次因为展场吴灿正老师的作品里面 有邀请到千生音乐工作室跟这个蔡瑞恩老师 他们是制作难管音乐的演奏者 或者是编曲家 他们这一次也为了这个展览去做演奏 透过吴灿正的编辑之后 呈现在展场产生了不一样的氛围 那为了让这样的一个氛围可以更延续 还有包括高明前老师这个声音表演 他后来担任了辨识 在舞台上这三组人马一起演绎了 115年来的春远画室的故事 他完全是把展间的声音视觉化 立体化 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用视觉跟听觉的方式 更了解春远画室他百年来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就是艺术开门的这一个活动 在全美举办的这个画说春远画室 有点像是看展览或是看展览之后 都可以完全的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去了解到整个春远画室的故事 那还有包含就是可以让观众沉浸在这些南馆啊 或者是他们编制的一些音乐之下 我觉得一个巧合点也是因为潘盈舟 他本身也是辨识 所以用说故事的方式 然后在电影院里面来呈现是非常贴切 然后也很难得的 嗯真的耶 而且就是很多人都分享说到最后一趴 就是双方的那个乐团同时合奏的时候就很感动 对然后就看到有人在室内 这两个部分都参与了之后 他们一定对这个在地或者是某个特定的艺术家 有更深的了解或体验 这是我们从展览做到活动之间的一个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 有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回草 门绳上面的这个衣式 传统叫回草的设计 但是他另外一个方式也是花草再生 花泄了草继续蔓延 重新长出一大片的花园的这个概念 来呼应到春园画室三代以来的这个延续性 那我们最后一幕我们可以后置这张展场照 就是潘春园跟潘丽水曾经互相看着对方 捏出了这个笑像 他其实在父子的互动上是非常感人的 也非常隐晦的这样子 那我们用这两个雕像望着第三代的潘岳雄老师画的笑 笑道的笑 仿佛在某个时空中三代的人又再次团圆 那我们不完展的那一刻看到这一幕是非常感动的 那也用透过这个笑道来呼应说 其实春园画室可以延续到今天 除了他们是非常有才华之外 也是因为他们有进到笑道的这个心 才可以有热情跟这个意愿 让春园画室延续到今天让更多人看到 那我们就今天谢谢就是凯敬 然后还有亚文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这样子 好那谢谢大家 Bye